花木创作的长天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二十八集 继母从继灵口中得知 宋卿城的身份 以及她勾引继正庭的目的后 整个人蒙了半天 都没有回过神来 原本以为 宋卿城是大户人家的名媛千金 或者是大家闺秀 却不想 竟是个不折不扣的穷酸学生 而且还是自己女儿的情敌 最最关键的是 那个宋卿城 居然一点马脚都没有露出来 把他们继家人骗得是团团砖 可恶的新鸡女 机灵剑母亲迟迟没反应 就着急地催了一句 哎呀妈 你快想办法呀 不然哥哥真要栽在宋卿城 那个新鸡女手中了 走 快跟妈去明镇局 阻止他们 继母气势汹汹地 朝别墅外走去 好 我开车 继灵干脆地应声 继灵把车子开过来 继母上了车 还不忘拿出手机 给儿子打电话 只可惜 打了无数个 结果还是一样 无人接听 妈 你别打了 肯定是那个宋卿城 不让哥哥接的电话 继灵剑母亲 电话还是打不通 便又开始添油加醋 反了天了 我养了二十几年的儿子 居然一转眼 就被另一个女人给抢走了 简直岂有此理 妈 你别看宋卿城外表青春甜美 其实他骨子里下贱得很 当初我和少景哥在一起的时候 他没少缠着少景哥 还意图想要拆散我们 这次他直接勾搭上我哥 八成啊 是想报复我和少景哥 你放心 有你妈在 还轮不到她 在咱们季家为所欲为 继母摆出一副 趾高气昂的女主人形象 况且 哪有母亲不像着自己女儿的 继灵叹了一口气 忧心忡忡地说道 怕只怕 我哥被他迷得神魂颠倒 到时候 跟咱们唱反调 他敢 继母面仗通红的低吼 一想到自己儿子 被另一个女人 管得服服帖帖的 就感觉七口冒火 机灵知道 母亲是个火爆脾气 这会儿肯定是真的怒了 她打了个机灵又道 这个可说不准 不信的话 我给你先见识一下 那个女人的厉害 机灵说着 便拿起手机 拨了一个电话过去 机灵 和宋清晨到了明镇局 工作人员才刚刚上班 他们 也是今天登记的第一队 宋清晨没有表现出任何犹豫 他不想让机灵 看出自己的无奈和委屈 明知倒是避免不了的事 索性就大大方方 顺其自然地接受 一切手续办理得很顺利 登记签字之后 就剩下拍照了 纪正廷塞给了她一个手提袋 嗯 去把衣服换上 只是拍个照而已 没那么讲究吧 宋清晨不愿意换 纪正廷只是看了她一眼 顺便扫了眼 她身上的T恤 怎么看 也不像是来登记结婚的 转而 她去了边上的休息区 点了一支烟 抽了起来 宋清晨无语地 看着手里的袋子 再看看自己身上的衣服 虽然自己的着装 和她确实不配 但宋清晨还是不服气 这样事事都乖顺 听她的指挥 这以后还有一年的时间呢 想想那三百六十五天 啊 简直就是煎熬啊 算了 大人不计小人过 等领了这 那两千五百万 也就是两清了 到时候 才不会这样任由她摆布呢 宋清晨去卫生间换了衣服 也是一件白衬衫 和纪正廷身上的白衬衫 倒是挺搭的 不过是个气光而已啊 她还想得挺周到的 宋清晨换好衣服 准备离开的时候 包包里的手机 磨得乍然响了起来 从包里掏出手机一看 居然是纪灵打来的 宋清晨 尊重地看着手机屏幕上 闪烁的名字 纪灵这么早给自己 打电话做什么 她接起电话贴在耳边 喂 宋清晨 你现在在哪儿 电话那头 纪灵尖锐的质问声传来 当然是在明镇局 跟你哥哥办结婚登记啊 你说什么 你真的跟我哥哥 去办登记了 纪灵在那边大惊小怪 虽然没有看到 气灵现在的反应 但是并不难想象 宋清晨 就是故意想气气他 要不要我把 刚拿到的结婚证 拍给你看看 你 你这个不要脸的小贱人 虽然敢勾引我 哥来报复我 没错 我就是在报复你 一想到抢走我男朋友的女人 以后要叫我一声大嗓 我就特兴奋 她又怎会知道 电话的另一边 除了纪灵 还有纪母在旁边听着 这会儿纪母的脸色 是要多难看 就有多难看 甚至有种想把电话夺过来 将宋清晨大骂一顿的冲动 宋清晨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想让我叫你一声大嗓 你做梦 其实 我也不稀罕你叫不叫 关键是 周少景肯叫就行了 宋清晨最终的报复目标 也不是纪灵 而是那个背叛他感情的周少景 纪灵看了母亲一眼 幸灾乐祸地哼笑一声 我就知道你还放不下少景哥 但你别忘了 他现在是我纪灵的男人 像你这种见不得人的穷货 根本就配不上少景哥 而且我们纪家 也不会让你这种 贪慕虚荣的女人 无所谓啊 只要你哥认我就行了 宋清晨无所谓地说道 反正没有人知道 他和纪灵亭之间的约定 拿他做挡箭牌也不过分 电话那边 纪灵的气息又重了重 宋清晨争了一下 然后打了个机灵 继续回答道 啊 我渴了 他去帮我买水了 吹个牛皮 不算过分吧 狐狸精 纪灵气得怒吼 然后是那边啪的一声 切断了电话 纪灵看了眼旁边的母亲 还气不愤地说道 妈 你都听到了吧 那个宋清晨 就是狐狸精转世 他居然指挥我哥 去给他买水 纪灵为了让母亲 看清宋清晨的嘴脸 刚才故意将电话 摁了免提 还故意刺激宋清晨 好让他在母亲面前 形象全毁 你哥 真的去给那个女人 买水了 继母这会儿 已经气得浑身都在哆嗦 刚才虽然听到了 但还是不愿意相信 或者希望自己是听错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